在台北市南港经贸园区 昨天凌晨是惊传枪响 有一名犯姓男子因为朋友在网路上与人结怨 凌晨与对方相约谈判 没想到被对方连开了12枪 详细的状况我们连线记者杨沛瑜 主播各位观众 可以看到深夜两台车持续在大马路上追逐 没想到下一秒呢 前方车辆开始加速逃离现场 就是因为后方的这台车朝他不断来开枪 事发就在12号凌晨12点多 台北市捷运南港展览馆站 三号出口外的大马路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被害范姓男子的朋友和他人 因为金钱纠纷在网路上互嗆而结怨 双方清晨相约在南港展览馆站外谈判 而范姓男子依规定开车抵达之后 在附近绕行 突然发现遭到一辆白色轿车尾随 不久对方车上的两个人突然摇下车窗 朝他连开了12枪 吓了他当场仲彩油门赶紧逃离 索性胜场无人受伤 两方人马因在户纠纷 所衍生之追车开枪之警示 警方以车追人 巡线掌握无姓黄姓 请诚信等犯贤之身份 警方获报到场发现犯行男子的车辆 共计有12枚弹孔 巡线在一处民宅逮捕无姓男子等三人 讯后讲硬杀人未遂罪 枪炮罪移送地检署侦办 以上是欢迎讲悟到最新消息 先把先进一头帐篷内